今天我就要用胶水做一把紫金锤 感觉我最近好像很喜欢金色啊 这里我在外层裹上了保鲜膜 到时候脱模的时候就不用太费劲啦 然后倒入超级多的胶水 你想做一把多大的锤子 你就倒多少胶水就好了 再加入这个金粉 搅拌的时候一定不能太用力 不然你就会发现这个金粉飘得你满脸都是 再偷偷去厨房把妈妈的擀面杖拿来 我们的这把锤子就完成啦 最后封上保鲜膜把棍子固定好 想到我马上就能拥有一把金锤 我就好激动啊 可以啦 再把它放进冰箱里冷静冷静 把紫金锤拿出来了 先把上面这层保鲜膜拆了 就目前看起来这把锤子还是比较成功的 再把外壳也拆了 裂了 那换一遍试试 又裂了 算了算了 我还是用手吧 这一看就不是我太粗鲁了 就是这个盒子的质量太差了 是吧 最后就只要把这个锤子上面的保鲜膜拆了就可以啦 这把锤子还是很成功的 而且教程还那么简单 建议人手一把安全感爆棚哦 好